美国1月蝉联全球最大LNG出口国 在去年12月 首次成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后 美国今年1月份保持住了这一地位 当月出口达到730万吨 连续第二个月超过卡塔尔 因为深陷能源危机中的欧洲 从美国进口了更多LNG 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 欧洲面临着冬季天然气库存减少 和天然气价格高企的局面 成为美国天然气出口的最大目的地 好运数据显示 在1月份美国出口的101匹液化天然气中 超过三分之一抵达欧洲港口 五个运往拉丁美洲 其余仍在运输中 相比之下 卡塔尔1月出口了97匹液化天然气 其中超过一半抵达亚洲目的地 7匹抵达欧洲港口 其余仍在月输途中